Mb个谣大祭典于12月31日播出 爱张元英和李锐展示了歌曲Strawberry Moon的翻唱舞台 但遭到了大量的负面评价 当天,两人坐在椅子上,手持麦克风演唱 因为没跳舞,所以负担很小,可以集中精力唱歌 但是当时唱歌却是对嘴假唱 假唱的程度是完全听不到现场声音的程度 而是根据事先录制的AR音源对嘴的完全假唱 张元英和李锐的特别舞台,在各种韩国网络社区也成为了话题 网友们纷纷发出愤怒的声音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,能造的只有表情 只有这样啊,拿着麦克风假唱 我从没见过这样堂堂正正的坐着 拿着麦克风假唱,到底在想什么 别自称是歌手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